另外防汛期即将到来 为了强化防汛组织 同时提升防灾救灾灾害 紧急应变能力 新城乡公所在须美基西上游 嘉陵七号桥 举办了113年度防汛强险演习 乡长何理台表示 新城乡公所每年的防汛演习 都会因为环境 或者是实施规划新的演练项目 当风灾来临的时候 就能够立即处理灾害的应变 来保障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新城乡一百三年度防汛强险演习 并且在新修村旭美基西上游 嘉陵七号桥举行 上百名军警消防 以及民间救难人员 实际模拟民众受困救援 以及各式灾害应变 过程是相当的逼真 零四十三大地震 带来花林有几多灾害 五月防汛期又即将到来 为了返方未来 新城乡公所在旭美基西上游 嘉陵七号桥旁 举行强行演习 实际模拟民众受困救援 以及各式灾害应变 过程是相当的逼真 这次零四零三大地震 对花林县北花林 可以说盖来重创 当然对于这些 我们生者表示哀悼之外 对于灾后的一些重建 花林县什么要跟中央 大家都点手自主 大家团结努力 为花林这块土地 大家共同来付出 共同来努力 当然在新城乡 这次非常的幸运 大的灾害是没有 但是小的灾害是难免的 当然在这个灾害来的时候 地生是无法来预测的 但是这次 这新城乡整个应变的能力 我要表他感谢之一 虽然只有少数的围墙倒塌 以及道路搜索 本手的同仁 相关的代表等等 都能够立即的 把这个灾害 立即在一天半就来把它处理完毕 虽然这几年没有什么台风 但是大家对这样子应奔的能力 每年都来做这样的演练 可以说让保护我们乡亲 在灾害来的时候 能够把灾害降到最低 现在相后所每年的防徐演习 都会因环境或是 实施规划新的演习项目 这次办理年度防徐强行演习 其实在加强防救灾 紧急营片措施 同时强化过去既有的 防灾经验以及执行架构 其实各项防灾灾害单位 依权者架构联系合作 希望将有演习的机会 能够落实本乡防救灾害工作 与计划的功能 更能够强化本乡防徐组织 熟练各项防徐强前的技能 已被灾害发生的时候 能够减少损害 降到最低 再次感谢各个单位的协助 携手给新城乡亲 建立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 记者金鸿逸 新城乡后到